世界门新闻网,mnewstv.com 东美双方贸易战突然升温 白宫一天之内发表两则声明 例则声明称,6月15日公布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 你对这些商品开征25%关税 稍后的另一份声明则罗列了中共十多项罪状 6月2日至4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团访华 进行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 此前白宫发表了一篇题为川普总统 正在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声明 声明批评了中共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称中共一直都在通过那些有损公平和互利贸易的行为 占美国的便宜 声明还指责,中共正在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 扼杀美国的就业岗位 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技术 危害美国创新和创造能力 声明就此问题罗列食于一个中共罪状的细项 一,多年来,中共工业政策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让中国公司获益,让美国公司无法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二,中共的工业政策,如中国制造2025 损害了美国以及全球公司的利益 三,中共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 比美国对中共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要高 四,中共禁止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五,中共向美国市场倾销一系列的产品 六,2018年1月,川普政府发现 中共过度生产钢铁和驴移植着对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 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七,多年来,美国同中国一直存在贸易逆差 2017年就有3750亿美元的逆差 八,中共偷窃知识产权的行为 使得美国创新者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在那些被查获得进入美国的伪劣产品中 有87%来自中国 九,美国贸易代表的301调查显示 中共四项激进的科技政策使得美国4400个科技岗位不保 十,中共使用外资股权限制 行政审核等措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 十一,中共投资或收购美国企业 也获得大规模的技术转让 十二,中共入侵和支持入侵美国的网络 以获得商业机密 进而使得中国公司能够复制美国的产品 5月29日当天 白宫还发布了另一则声明称 美国将按原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包括含重大工业技术的商品 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商品 并加强对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 同时继续就知识产权问题 在世贸组织对中共提起申诉 最终的清单将于6月15日公布 对中国个人和实体涉及重大工业技术的投资并购 和出口加强限制和管制 美方将在6月30日公布具体方案 不久后正式实施 声明中强调 这是川普总统3月22日签署备忘录 誓言采取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多步骤 打击中方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后续动作 该备忘录 被认为是中美贸易争端爆发的起点 截止目前双方已经进行了两轮贸易谈判 白宫的第一份声明发布后 中共商务部立马在官网发表声明 称白宫的声明即出乎意料 但也在意料之中 并称显然有备于不久前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中方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中共商务部提到的联合声明 是中美代表团在华盛顿进行第二轮贸易谈判结束后 双方于5月19日发布的联合文件 中共官媒用双迎来形容这场谈判 并称中美不打贸易战 但美国财政部长母亲说 贸易战仅是搁置 加征关税仅是暂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强调 这仅是一个声明 并不是两国的交易 美国甚至从未指望跟中共达成交易 两则最新声明后 接下来中美贸易谈判的走向 以及罗斯6月初的北京之行很快将看到结果 朝鲜首席核武谈判代表精英者抵达纽约后 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 不过韩国媒体观察到 似乎北京又试图介入 并对有可能形成的美朝韩三方主导局面显示出焦虑 朝鲜首席核武谈判代表精英者在美国时间 5月30号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朝鲜办事处 美国务卿蓬佩奥晚间与他共进晚餐 两人31号上午举行会谈 就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进行磋商 金英哲这次访美将决定 川金会是否6月12号会在新加坡举行 不过韩国《东亚日报》30道报道 金英哲前一天在北京转机去美国时 三次更换赴美行程 另举多位北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金英哲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之后 与多位中方高层官员进行了接触 这些官员向金英哲转达了北京当局有关无可化蓝图的立场 此前金正恩在两次访问中国后 对美国显示出强烈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 川普因此宣布取消川金会 虽然之后会议起死回生 但仍充满不确定因素 北京为何此时见风插针向金英哲传达自己的无可化蓝图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中共去接触金英哲谈论有关无可化的这个立场 他其实还是想要恢复到之前那个联朝抗美的那个局面 说白了 很可能跟上一次 就是差一点导致这个川金会流产 他的基点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在整个半岛他还想维持这样一种局势 他不希望朝鲜真正的和美国实现和解 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说 他的唯一的战略我觉得就是让北韩脱 尽可能的不让朝鲜半岛实现无可化 也尽可能的不让朝鲜半岛实现统一 这是北京他通过自己的自私 对北韩进行操纵的一个原因 不久前还传出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有可能前往新加坡乐会 使川金会议变成川金代银的美朝韩三方会谈 韩联社31号引述青瓦台一名高官澄清 三方会谈举行与否 关键在于川金会 首尔当局会等美朝通知峰会举行的消息后 才开始筹备三方会谈 朝核问题有可能变成川金代银主导 中共党媒急忙发文声称我们不是跑龙套的 不可忽视中共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尽管此前中共外交部曾一再重申 朝鲜问题的核心是朝美矛盾 美国把朝鲜问题推给中国是不负责任的甩包袱 唐靖元表示 一看朝美之间真的要实现和解 他马上他又说自己不是龙套 不是龙套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中共他想要在这个美朝谈判之中 甚至在整个半岛的和平进程中 他要扮演一个主角 中共要想当主角 他能够左右谁呢 他唯一能左右的就只有朝鲜 所以呢 也就是说中共他其实不过是想把朝鲜 作为一个博弈的筹码 田园博士表示 要跟金正恩直接会谈就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目的 那么当然呢 中共就极不可耐地想返回以前的那个老套 就是所谓的四方会谈或者六方会谈 事实历史都已经证明过了 这种四方会谈六方会谈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效果 而只可能给北韩拖延越来越多的时间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这恰恰显示出中共的焦虑 唐靖远说 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川普现在就在说了 说朝鲜如果说实现正常化以后 朝鲜的经济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 甚至跟韩国一样 那如果你想朝鲜如果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话 他还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的摆布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说那他是非常恐慌的 他就失去了给美国制造麻烦 制造障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由于充满变数 川金会到底能达到什么成果还难以预测 美国中情局五月较早时一份情报评估 认为朝鲜不会放弃核武 但可能会允许引入外资作为让步 包括在平壤开放汉堡店的特许经营权 17届香格里拉年会于当地时间6月1日至3日 在新加坡举行 中共在台湾和南海的军事行动遭到多个国家的批评 美媒称 中共只派出一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参会 显得相当孤单 美国之音分析称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在会上将呼吁国际社会 强力应对中共在南海有争议派域继续造导和军事化行动 多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转强 可能在本届香会上得以凝聚 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对抗中共 文章称 今年出席香会的中共代表团相当功利和孤独 跟2017年一样 北京再派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中将和雷率领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出席了今年的对话会 美国彭博社报道 中共一直在香会上饱受批评 今年可能会显得尤其不舒服 因为中共军机绕台和在南海部署地对空导弹引起更多国家的谴责 香会主办方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对中共指派低级别军官参会表示不满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区执行李氏赫须离说 我们希望中国派一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参会 香会是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以及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年度论坛 旨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户信 2002年首办 其后每年6月上旬前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 故得名香格里拉对话会 香会网站称 今年的对话会创下最多部长及代表出席的记录 共5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等官员参加 除了南海争端 朝鲜问题也被认为是今年会议的焦点之一 此次香会前 已有多个国家公开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5月27日美国西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 驶入西沙群岛海域展开巡航行动 5月30日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军方在西太平洋夺取小岛有着丰富的经验 暗示有能力摧毁中共在南海的人造道交 菲律宾外长塔亚塔诺5月28日表示 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在南海问题上向北京划设了红线 誓言会向任何愉悦红线的国家宣战 马来西亚刚刚赢得大选的总理马哈蒂一改其前任那几步的亲共态度 公开表示马来西亚必须维护对南海一些岛屿的主权 澳大利亚更是一直批评中共的南海行动 澳洲参议人陆军退役少将战莫兰日前在演讲中强硬表示 只有通过全面战争才能将中共赶出南海的军事化道交 也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外孙女婿安邦保险集团前董事长吴小辉 本月10日因急自诈骗职务亲战一审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并没收财产105亿元人民币 当时吴曾表示知罪毁罪 但日前传出消息指吴小辉不服一审判决 已提出无罪上诉 吴小辉的代理律师陈有希本月30日在新浪微博发帖称 吴小辉不服一审判决 已经提出无罪上诉 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组成二审和议庭 陈有希并透露 吴小辉案的二审辩护律师除了他以外 还有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李贵方 此前吴小辉急自诈骗罪 职务侵占案于今年3月28日 在上海市第一终极法院开庭审理 监方指控吴小辉为安邦设计了一款投资类型的保险产品 然后为了向公众筹集资金 利用虚假财物报表和宣传材料误导投资者 也误导了监管机构 截至2017年初 安邦已售出高达7238.67亿元 约合1165亿美元的产品 远远超出政府批准的数额 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阶段 吴小辉曾当庭表示深刻反省 认罪回罪 他当时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深刻忏悔 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今年5月10日 上海市第一终极法院以急自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 对吴小辉做出一审宣判 吴小辉因犯急自诈骗罪 拨夺政治权利4年 并处没收财产95亿元 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没收财产10亿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 并处没收财产105亿元 违法所得及其自欺予以追缴 针对吴小辉从认罪到反攻的态度转变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少平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 首先 吴小辉无论当初在法庭上 有没有表态认罪回罪 二审通常是书面审理 二审成功改判的几率不足10% 所以估计无论二审改判的机会也很低 河北媒体人朱新则分析说 我们不知道吴小辉这个案子背后有什么交易 看来他这个变化和背后的不同的权力人物之间的博弈有关系 因为背后的交易变化了 所以台前他也会变化 这更说您此前吴小辉认罪 忏悔 是一场表演 北京学者查建国也用水很深来形容这起案件 他表示 虽然吴小辉认罪又翻弓 这里面必定有他的道理 是不是有重大隐形 总的来说这个案子不太容易翻 因为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案件 可能要影响到一串的问题 为什么要收拾他 本来他就是一个背景很深的人 英国金融时报本月29日曾在一篇报道中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监管机构委掌控安邦保险 已聘请大陆证券商中金公司和瑞士银行担任顾问 开始对安邦的投资进行清盘 据瑞银估计 在吴小辉被捕前 安邦直接或间接控制58家公司 资产规模达2万亿元 除了纽约的酒店外 安邦的资产还包括向欧洲金融机构提供的救助融资 一家韩国保险公司的控股股权 及约20家大陆上市公司的可宽股权 世界门新闻网 中美双方贸易战突然升温 白宫一天之内发表两则声明 例则声明称 6月15日公布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 你对这些商品开征25%关税 稍后的另一份声明则罗列了中共十多项罪状 6月2日至4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团访华 进行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 此前白宫发表了一篇题为 《川普总统正在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声明 声明批评了中共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称中共一直都在通过那些有损公平和互利贸易的行为 占美国的便宜 声明还指责 中共正在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 扼杀美国的就业岗位 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技术 危害美国创新和创造能力 声明就此问题 罗列十余个中共罪状的细项 一、多年来 中共工业政策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让中国公司获益 让美国公司无法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二、中共的工业政策 如中国制造2025 损害了美国以及全球公司的利益 三、中共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 比美国对中共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要高 四、中共禁止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五、中共向美国市场倾销一系列的产品 六、2018年1月 川普政府发现 中共过度生产钢铁和驴 以及这对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 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七、多年来 美国同中国一直存在贸易逆差 2017年就有3750亿美元的逆差 八、中共偷窃知识产权的行为 使得美国创新者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在那些被查获得进入美国的伪劣产品中 有87%来自中国 九、美国贸易代表的301调查显示 中共四项激进的科技政策 使得美国4400个科技岗位不保 十、中共使用外资股权限制 行政审核等措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 十一、中共投资或收购美国企业 也获得大规模的技术转让 十二、中共入侵和支持入侵美国的网络 以获得商业机密 进而使得中国公司能够复制美国的产品 5月29日当天 白宫还发布了另一则声明称 美国将按原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包括含重大工业技术的商品 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商品 并加强对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 同时继续就知识产权问题 在世贸组织对中共提起申诉 最终的清单将于6月15日公布 对中国个人和实体涉及重大工业技术的投资并购和出口 加强限制和管制 美方将在6月30日公布具体方案 不久后正式实施 声明中强调 这是川普总统3月22日签署备忘录 誓言采取包括加征关税 在约4月6月初的北京执行很快将看到结果 朝鲜首席和五谈判代表精英者抵达纽约后 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 不过韩国媒体观察到 似乎北京又试图介入 并对有可能形成的美朝韩三方主导局面显示出焦虑 朝鲜首席和五谈判代表精英者在美国时间 5月30日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朝鲜办事处 美国务卿蓬佩奥晚间与他共进晚餐 两人31号上午举行会谈 就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进行磋商 精英者这次访美将决定 川金会是否6月12号会在新加坡举行 不过韩国《东亚日报》30道报道 精英者前一天在北京转机去美国时 三次更换赴美行程 另举多位北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精英者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之后 与多位中方高层官员进行了接触 这些官员向精英者 抓达了北京当局有关无可画蓝图的列的多步骤 打击中方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后续动作 该被忘录 被认为是中美贸易争端爆发的起点 截止目前双方已经进行了两轮贸易谈判 白宫的第一份声明发布后 中共商务部立马在官网发表声明 称白宫的声明既出乎意料 但也在意料之中 并称显然有备于不久前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中方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中共商务部提到的联合声明 是中美代表团在华盛顿 进行第二轮贸易谈判结束后 双方于5月19日发布的联合文件 中共官媒用双迎来形容这场谈判 并称中美不打贸易战 但美国财政部长母亲说 贸易战仅是搁置 加征关税仅是暂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强调 这仅是一个声明 并不是两国的交易 美国甚至从未指望跟中共达成交易 在白宫接连发布两则最新声明后 接下来中美贸易谈判的走向 以及